游民杂货店 大家都称它为解忧杂货店 有烦恼的人可以从前门记信 如果有隐私问题 我们的牛奶箱可以拿到回事 1993年 这店都多少年了 你把杂货店都开成邮局了 这小孩儿 闹着玩儿的 你还真当真啊 节油杂货店 展新家 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 为此已经在北京奋斗了三年 我是一名舞女 在歌舞厅上班 因为收入可观 我一直在忍受 爸妈最近有些奇怪 她没有带我离开 但我真的讨厌她们 就算她活在九十年代 她也活不了啊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 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就行了吗 我的建议 说不定她们正错了 量身大错 这个事情不能再死了 如果我们从前闷进一些 我必须要睡觉 我是二十五年前 写信给您的迈克尔杰克逊 我是一九九三年冬天 给您写过信的 迷途的汪汪 谢谢你没有把我的漫画 当作是玩笑 您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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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吧 我也曾面临着 南宮雑貨店的奇跡 再生 大半夜的 三一张白纸进来 谁呀这是